我是金子 给到哪能够吃光的男人 在这个东刚去 春还没完全来的前阶段 府顶室内最著名的海鲜一条街上 人流量谈不上是车水马龙吧 基本上也要逼近人去楼空了 也就剩这一家 门口摆上一条渔船的老府顶 还有着那么点残存的人气 对了 若是到老府顶家吃饭 点菜环节 基本上就得在这一条渔船前度过 看看您对上面哪种海鲜有眼缘 就点上它 然后著名做法 老板会根据用餐人数 来安排菜料 鉴于最近风大浪大 并没有什么渔船出海作业 我想体验的许多种海鲜 均处于缺席状态 店家看我只身一人 且面露男色 就帮我安排了小虾 鲍鱼仔 还有这种海鲜的组合 用以打扮 哦不不 用以作为我今天的主菜 落座没多久 一盘白卓剑� 追着我就上来了 据说这位可是宁德侠府 摊涂上独有的特产 确实长得和赶海市民里 那些称王称霸的族称们略有区别 里面掉出来的称子肉 丑着不错 颜色鲜亮 豪满挺拔 形似一把戳出来的客刀 更像一把大宝剑刚出窍 加起一根尝一尝呢 感觉是弹性十足 没想到这宝剑的剑身厚度还挺有保障 一口咬下去能感觉到明显的磕肢身 刹那间剑鲜的汁水 在口内快速融合于白卓的调料中 让咸甜鲜在某一个瞬间达到了极致的和谐 令人无比满足啊 用一句朴素的话语来形容就是 吃完一个绝对想再吃一个 就是有一点吧 单人版建称实在禁不起我这叠罗汉的吃法 整完几个再往盘里一看 则就剩一堆残忍断了 转过头来看看这道杂会小海鲜吧 小虾个头不是很大 但这个虾皮和虾肉吧 怎么吃的比福顶肉片还带劲 紧实到甚至有点不真实 墨鱼仔则是吸收了盘中料汁的绝大部分味道 加上自己本身也不怎么寡淡 连续吃上三两个 怕是会突然被冲击到胃来 还请大伙一定结合着芹菜一起吃 然后里面的第三种海产吧 我想重点说一下 老板给我说这个是水鱼 等到上菜的时候我才突然反应过来 咱们一般语义里说起水鱼 不得是潜水区的流量担当王本君吗 难道这水鱼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 二 前斗而依收偏者 说的真为晚 其实据说水鱼是温州和闽东地区 对这种小鱼的专属称呼 它的名字也叫丝丁鱼 龙头鱼或者豆腐鱼 顾名思义 此种软和的肉质吃起来 就像嫩豆腐或者液体一样润化 吸完鱼肉入口 剩下的鱼刺鱼骨就会显现出来 雪白而柔软 就像拔绿豆白头发 总之这回吃的可就不怕卡喉咙 一般来说 这种鱼挂骨炸之时会比较好 炖完了呢肉质容易散 正好用它来下这一大锅的芋头饭吧 腐饼的芋头饭 绝不仅仅是把芋头切碎了 摆在饭里那么简单 用铲子把盘踞在米饭上层的葱油味打散 下层一股浓浓的芋香 才算被释放了出来 这还不够 越往底下走 释放出来的味道越多 什么香菇香肠 虾仁干贝 一个接一个 几秒钟后 整个一锅饭 香的都找不到源头了 尝一尝里面的槟榔芋 够绵 够软够香 但是其实并没有之前在桂林吃过的芋头那样粉 正好跟饭里其他配料结合起来 也不会显得太干燥 在这顿饭进入尾声的时候呢 店家还很贴心的 给我这一人专属包尖赠送了锅盘 种类有点单挑 不过我也不挑了 身处北方地区 我确实有许多年没有这样还吃过干枣 看我使用自己的高压口腔 把甜甜的干枣汁完全置换出来吧 在使出了蹲奶按着吃厕所的劲之后 干枣是榨干了 人感觉也要完蛋了 纠正一下来到了福顶市那间特别热闹的餐厅 能打出不到阿奈不懂福顶这种slogan 大感觉比旁边这个郭德纲还要狂妄 赶紧去会一会它吧 进门以后发现是取签子点菜的方式 看到有喜欢的菜品 抽一根攥在手里 最后统一结算 出来乍到的我 没经验就看花了眼 咨询一下便捷 他们的拿手菜猪头肉到底是拌的还是炖的呢 大姐给我指向了这个 这么豪胖的吗 没错这就是阿奈家的卤猪头肉 配上香菜蒜蓉还有黄辣椒 粗略判断还以为是泰式火山排骨之福顶分骨 但这个猪头肉吧 里边的内容过于丰富且随机 有时候加起来的部分真不错 纯纯的一块肉 比排骨里最嫩的那块 恨不得口感还要好 有时候随到一块带着小脆骨 尽管不知道是猪头上的什么部分 但吃起来终归是乐趣十足 有时候吃到了猪天梯 这不是涮火锅时候的馋客吗 然而它连着的直接是 MIG的质屎 每合一天 贴在这条骨 跟羊的时候就结束 有一说一 抛开这些重口味的部位 猪头肉本身吃的还是很醇厚的 尤其里面黄辣椒特别给面子 奉献出了一种很有辨识度的清香 且并没有辣的人想烧嚼 同样的情况还会出现在旁边这盘江蟹身上 福鼎由于北林温州南部 两地的饮食习惯嘛 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这道温州名菜 加上了香菜蒜蓉黄辣椒 好像披上了福鼎肉片的外套一般 轻轻吸一下海蟹的蟹肉 哇 这肉质润滑香糯 却是轻而易举的就从壳上拖下来 料汁酸酸甜甜 丝丝的姜味打底 整体吃起来异常的开胃 有时候吃着吃着会陷入一种矛盾 想要赶紧把每一寸蟹肉都给缩出来 又舍不得让这美味过早的被吃光 把目光转向这盘小份的拌面 比如说这个色彩搭配还挺鲜艳 咦 这个表现数是有点惊艳哪 面的口感比我们之前吃过的 盘西手打面更粗更厚实 等于把手打面所有脆爽弹的属性 全面加强了几倍 然后前有豆芽菜 后有肉末胡萝卜碎 无论从何处加起来 都会裹斜着最丰富的口感层次 对于面条爱好者来说 吃着绝对有一种快感 而且一般这种拌面 要么特咸 要么得有麻辣来遮味 结果它成了全场最清爽的存在 肉味定个调子 剩下全是面条的卖香 我这次真是保守了 应该直接点大份 才能吃得爽吃得到位 后来冷静下来呢 突然觉得它吃起来的感觉呢 也很像一包巨大的风鸣面 总之 阿奈家这些福顶特色的菜肴 确实让我领笑了不少 如果人多的话 到此处一句 一定能吃到更多种类的小吃吧 哦对 人多的话 那个猪头肉 要是点了一整个脑袋的话 我估计连一颗牙都躲不开 初见闽东小城福顶 白茶 肉片 猪头肉 手打面 还有小海鲜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里会不会成为 你下一次的旅行中转站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记得多尝尝这里的小吃啊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 期待下一个目的地吧